每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总是吸引着数以千计的世界政要和商界领袖参加 达沃斯会议的组织者介绍说 今年有40多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齐聚达沃斯讨论世界的未来 与会者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韩国的总统朴景慧等等 中国的代表是外交部长王毅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市航行长金勇也出席会议 另外包括高盛以及可口可乐公司主席在内的全球大公司的高级执行官 也都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 与会总人数超过2500人 今年达沃斯年会的主题是 重塑世界对社会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达沃斯年会执行主席和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说 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危机之后 今年 与会者要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思考 去年大家特别关注的是欧元危机 现在我们应该关注世界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包括技术革新 社会变革 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面临的挑战 美国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欧元区的通货紧缩 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缺乏 以及中国的坏账都是目前世界面临的风险 事实上 有关中国和中国经济的改变 对世界的影响的讨论可能会十分的引人注目 贫富不均极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也是这次年会讨论的主题之一 一份在世界经济论坛会前发布的报告说 正在扩大的贫富差距是未来十年的最大风险 我想我们的讨论会围绕不平等 围绕不同国家的不同薪资水平 性别平等以及性别同酬劳等展开 我想我们也会对健康问题进行有效的讨论 在达沃斯论坛召开前夕 英国慈善机构勒施会在达沃斯发布报告称 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所占据的财富 相当于世界上35亿最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全部的财产 勒施会呼吁参加会议的全球政商界领袖 采取行动扭转这个趋势 另外叙利亚伊朗以及中东的未来 可能也会出现在达沃斯论坛的讨论当中 伊朗总统罗哈尼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都将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讲 中国外长王毅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正在瑞士的另外一个城市日内瓦 进行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会谈 会谈结束之后 他们也都将出现在达沃斯会议上 VOA卫视思洋任余洋华盛顿报道